林寶玉今晚現身中環出席慈善活動 意外和攝影兒碰頭 還被對方大罵死八婆 黃蓉即時出手阻止攝影兒再發聲 林寶玉接受我們訪問時表示 我來之前收了很多個電話 打來叫我小心點 說有人要打我、罵我 那一刻我當然是很害怕 我真的有心跳 因為我想死了 其實我不是怕他打我 或者我沒有什麼 但是他打了我之後 我又不知道可以怎樣 現場又會一片混亂 我有很多的 unknown 但是來到大家又叫我出來 其實我都避開幾次 我在想 會不會真的有人出來打我 我覺得這件事是嚴重的 因為我都很害怕 我出來活動 如果真的發生這種事 我都跟他們大會說 那有沒有安全 被問到剛才有沒有聽到 被罵死八婆 林寶玉說 對啦 很多人有這樣跟我說 但其實我聽不到 因為可能我不知道 我其實心裡都很緊張的 因為如果有人真的 走過來罵我 其實都這麼多傳媒 或者這麼多朋友 在那的時候 那一刻我都要想一想 我的反應應該怎樣的 那我最終想出來的反應 我是會離開 我也是會離開 但是你現在會不會以後 他都在場的話 都敢先跟他共臉 就是跟他共臉 我不會去刻意 說離開 因為我一族都知道 有什麼嘉賓名單 只不過是 我來之前 我都會跟大會說聲 就是希望都確保安全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安全 對啦